部长照专区查询 大家好,我是防疫医师严嘉贤 如果您与COVID-19确诊个案曾有密切接触 请先留在家中自我隔离 等候卫生单位通知 除非有立即就医需求 请不要离开住所 在家中请单独一人一事 避免与其他同住者接触或共用卫浴 请佩戴口罩和注意手部卫生 并使用稀释后的漂白水或酒精 清洁经常触摸的物体表面 如果您不是需居家隔离之密切接触者 请自我健康监测14天 若出现以下症状 请联系119卫生局或1922 医指示就医或筛检 禁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并请主动告知可能的接触史 指挥中心关心您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硬料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硬料华尔街 那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呢 其实表现还算可以 因为今天涨了36点 那今天确诊人数也是300多例 对不对 所以你慢慢的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股票市场已经慢慢去适应 每天确诊大概300例400例这种情况 那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比较怕说 这个礼拜如果继续的每天都是破百例的话 那是不是会有封城的问题 因为陈宗曾经讲过嘛 连续14天那可能会有封城的一个动作 对不对 那封城对股票市场 我跟各位讲 我再讲一次 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 大家会觉得先恐慌 会不会怎么样 很多企业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不对 他一定会先跌一下 但是跌完之后你会发现 好像跌不下去 我跟各位讲 如果真的宣布封城 他的恐慌程度应该 不会像这一天那么恐慌 一旦封完之后下一个反应动作 会发现我好多人关在家里面 那你平常上班没办法看股票 你自己在居家办公的时候可不可以看股票 你爱怎么看怎么看吗 没人管你 你只要把你的居家工作做完就好 所以会变成说 会有更多的资金 投入在股票市场里面 这不是只有台湾未来会发生 其实过去国外已经发生过了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参照国外的一个 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未来他一定是这么走 所以你看看当时这个美国股市 有没有 宣布封城很恐慌一路往下跌 跌完之后发现不对 大家关在家里面 大家都在做股票 股价开始一路往上来 你是一路往上拉 对不对 未来 如果台湾真的宣布封城 我希望大家不要过度恐慌 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另外一个转机点 因为股市的量能会放到很大 那你会说那这些企业 这个员工都不用上班 那是不是营收会荡下来 有一些会影响到 但是各位他是属于居家办公 产线的部分 他还是会维持一定的能力 去里面做运作 我就以这个鸿海 土神厂来讲 有没有大部分的人员居家办公 但是 维护厂能的产量 以及安全的人员 他还是要去嘛 所以基本产能来讲应该是不受太大影响 因为大部分的很多电子股 我跟各位讲 都已经自动化了 人员去只是看看机台填填表格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真的确定封城 我跟我讲基本产能应该是没有太大影响 国外就是这样子 国外很多很多企业都这样子 他宣布封城 那个营收也没有说当很多 对不对 很多电子上营收还是在创新高 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不要过度恐慌 这个行情现在来看已经慢慢慢慢的脱离 这个地方的 恐慌卖压 所以慢慢大家习惯之后 很多的个股 他会回归他的题材面 他会回归他的基本面 在指数在急刹的时候你再好的题材 都没有用 但是指数一旦稳定之后呢 相对应的题材 他会开怎么样 慢慢的让股价越走越高 所以在这段急刹过程里面我们第一时间 我讲了我们先掌握什么 疫苗相关的股票 所以呢我第一时间停损一些标的之后我跟各位讲我们去买什么 买高端疫苗 对不对买什么 买这个 台康生计 对不对 全部都大赚 然后再到了下一步我跟各位讲要买什么 我说买 四季概念股 要快筛了 对吧 所以我请大家去买亚诺法 有没有 4133亚诺法 现在传出来 台湾很多做这个快筛世界厂商 你知道吗那个 四季是被厂商来扫货的 打掉进来 全扫 你现在有多少库存我全要 未来未来订单呢 都是大量大量的在下 所以当时我请各位一定要买亚诺法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你发现今天亚诺法 虽然没有涨停板 但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股价 又创了不断新高 照理来讲他涨了那么多以后这个地方要快速拉回 对不对 可是并没有吗 为什么 因为题材还在 他持续的创高 今天是不是在创新高 来各位你自己看一下 我在节目上我公开跟各位讲 还没大涨之前我跟各位讲 开始要发动了 全力买进 然后呢 开始涨 有没有 创新高 然后呢 再创新高 到今天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还在创新高 那这涨上来涨很多了吗 那很多人说老师还没有其他的四季概念股 对不对 我也讲了1760保龄附近我不敢做 为什么 因为之前 去年 我坦白跟各位讲 第一时间有赚很多了 后面两三次操作都被修理很惨 我干脆就不做了 我请大家注意什么 我们买这个 买4736的泰博 对不对 我说他开始急谈了 他快速谈升了 各位 这一档我有没有公开让你慢慢的应征上来 当你看到亚诺法持续飙高的时候 很多还找不到方向 对不对 那如果要抢航运,我说OK啊,航运可以抢 杨明 长龙 我相信各位这段节目的大赚 这我就不要多讲,因为那个没有什么技术性可言 你买了就是一直涨 不是这样子吗 买了就是一直涨啊 很多人想要空就是空不下来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段没什么技术可言吧 但是 快到前高的时候呢 这里的操作就要小心了,我先提醒大家 那我请各位什么 我们去买什么 杨明 常常我不用讲啊 我买那个什么,大家还不知道的东西 请各位买泰博,有没有 我说准备开放企业 采购快筛四季 这个需求量一定是大增的 有没有,我说你赶快买 买完之后盘中差一点量能涨平板 隔天 没有大涨 我节目上我一样告诉各位,我持续看好 继续上涨 对不对 这一天不怎么厉害啊 这都大涨嘛 这一天还可以坚持老师,我跟各位讲,那就不多了 你看他节目是不是如此 根本没什么涨到,我跟各位讲我继续看好 还会涨 那你看他今天泰博 有没有喷出去 对不对 这要摸VCR吗 我讲各位,你看我前两天的袋子就知道了 我一样持续看好,今天泰博呢 亮灯涨停板 所以这印证说,现在这个行情,虽然说混沌不明 但是慢慢慢慢的,你会看到 洞口的那个光 越来越大 越来越亮了 为什么,因为大家慢慢的要走出这个黑暗时期 所以接下来操作会越来越好做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念 你不要觉得说,老师啊,今年这高点啊,过不去啊 我跟各位讲,股票市场 跟打球一样 球是圆的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股票市场 千变万化 什么事情也都有可能会发生 你不要觉得过不去 我跟各位讲,一旦,一旦你让台积电一转强 台积电也像在积累这样的量能 你一旦让台积电快速转强 上去的话,这指数高点一定会过 懂我意思吗,因为其他的很强 那现在如果是台积电,台积电一转强的情况之下 我跟各位讲,这指数还要再创新高 所以后市不要把他看得太悲观 除非你看空台积电 你觉得未来台积电两三年都不会好 你去想想看嘛 台积电未来两三年会不会好 现在全球大概有六成的晶圆代工要靠台湾 现在你不论车用晶片 笔记型电脑的晶片 最近笔电台湾开始缺了 对不对,全部的 小朋友在家居家 学习 对不对,一定要用到电脑 假日期间你看到中华电信也讲了网络使用量暴增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慢慢关在家里面 所以相关的半导体 没有那么弱 包括这一次你会发现到 当 这一段急杀过后 投信开始转买什么 投信开始转买台积电 他开始买联电 所以联电我跟各位讲,你要特别注意,联电搞不好这个地方会率先攻击 接下来你要好好注意一下联电的走势 联电可能会快速几了 信不信,你慢慢看 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行情没有那么悲观 慢慢你会发现到好多好的提杀,又会开始做反应 那你就跟着我 我带各位一步一步来掌握 现在快筛抢 我就先带各位买亚诺法 我现在很多人也赚到钱 对不对,亚诺法涨上来之后我们再买什么,买泰博 有没有 泰博你自己看得很清楚 这两天不会有人特别跟你抢到泰博 我在节目上我就是一步一脚印 我跟各位讲 我送给大家就是泰博 你要特别注意 有没有 没有什么涨的时候我跟各位讲,我继续看好 那你再看看今天的泰博 有没有 是博到涨停板 恭喜会员朋友 轻轻松松赚到一根涨停板 对吧 好 那除了泰博之外呢,我说在整个原主流族群,除了航运之外 我说钢铁 也是可以留意 那中红,今天虽然表现不佳,但是你跟着我做中红投资朋友,你们不会赔到钱 你们还是赚钱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完之后,请你买进,买完之后呢 我要翻几啦 那今天的中红呢,我相信各位你跟着我做的,绝对不会有人赔到钱 你是我朋友,你跟着我来做中红的,你们自己印证一下 我给大家的建议 在这两天过程里面 是不是全部人都赚钱 没有错吧,所以这就是 你要找到一个 对的指令 跟着来操作 这样做呢,你会比较安心 慢慢的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这行情会越来越好,那你会更加有信心 那原本买15张,那后面可以买个30张嘛,买个40张嘛,为什么,因为前面做的有赚钱,后面你就敢中压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很多时候我跟各位讲,不要去怕 你看泰波 对不对 在这种这么恐慌的行情里面 我还是帮各位找到对的股票 像这亚诺法 有没有 当很多人看不懂这行情的时候,我还是跟各位讲 要注意亚诺法 亚诺法呢 这已经涨上来,涨到天上去了 对不对 但是我讲了,我不会停留在过去 我的工作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轮动那么快的行情里面 我尽量去帮大家掌握到接下来 有机会会发动的股票 这涨上来标的 各位 底部没有买的,你就看看就好了 好不好 你就不要进来,因为这个你的成本跟我成本不一样 对不对 你的成本跟我的成本不一样 自己要特别注意 你不要看了节目 这个讲 看老师讲的还不错 对不对 我明天去买泰波 我去买亚诺法 我跟各位讲不一定会赚到钱 但是你跟着我来拿资料的各位,我就是有把握 你就安心跟着我来 好不好 周末假日,我跟各位讲,我要送你这张股票 身份之号,手机号码有三的投资朋友 因为这张股票里面有个三 好不好 那这是他今天的走势 回攀 相对高 代表什么意思,这个行情还是有股票在动 那你就要把他掌握到 你不知道怎么掌握的,我说很简单,你就跟着我来 我带大家来掌握 你就跟着买就对了 懂我意思吗 像亚诺法 有没有 我请你来跟着我掌握 亚诺法 有没有喷到天上去 我请大家跟着我来掌握泰波 你看了两天 今天来不及 对不对 我让我说是对的 今天泰博 一开盘 就跳空大涨 你就来不及了嘛 我不是今天才跟各位讲泰博 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他开始慢慢在运作的时候,在酝酿的时候,我跟各位讲,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对不对 他没有掌握跟各位讲,我持续看好啊 今天泰博呢 这样扔涨停 好,这都过去了,讲这些 你听的也很累 我讲的也很辛苦 我们来掌握一下,未来有什么东西会涨 当你看到亚诺法跟泰博在涨的时候 你要思考的是 这个行情的资金 现在快筛 未来会在哪里 懂我意思吗 今天航运很强,但明天还会继续强吗 还说接下来资金会移到哪里去 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 去找到接下来会涨的股票 那接下来有什么股票会跟亚诺法一样 就是说会喷到天上去的 有没有 会这么飙的 第一个 筹码一定要没问题 第二个 他的题材要够吸引人 你像说今天的亚诺法 这个泰博 为什么有办法 吸引到那么多的资金 冲上去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要快筛嘛 有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校正回归 对不对 有人说政府作弊 我相信应该也不是他故意要作弊 是整个 检测的量的 没有办法 那个检测师 根本就来不及 因为平常在检测师薪水没有很高 工作量又很大 所以之前很多人都不干检测师 现在疫情大爆发这些人呢 就是那些人而已 怎么来得及 有时候东西你要检验 不是马上就出来 他要经过筛检或怎么样怎么样一大堆时间 所以变成说 之前 前几天 把亚语送过去的他可能这几天才弄出来 但我觉得这个太太复杂了吗 你干脆直接你今天确诊几例就几例什么校正回归 那也是 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 你干脆又全部加进来今天报征就这样子 对不对因为国外也没有什么校正回归呀 那从再看来就说现在的这个世纪需求量真的很大 因为不只是 政府需要而已 那未来如果 如果 走到的下一步是封城的话 那企业 要维持一定的产能的话 那还是要人去上班嘛 那这些人怎么知道他安不安全 所以企业本身就会怎么样 先做快筛 所以如果未来封城 企业势必 可以 拿得到 快筛事迹 直接企业快筛 所以这是未来很清楚的一个逻辑 我当下我跟各位讲的时候你们都不会相信 因为你会觉得说老师那我把你看好像长不动了 对不对 那我再跟各位讲泰伯泰伯也没有很厉害啊 我当下我都跟各位讲过了 然后到今天大家发现原来真的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我在讲这个东西 对你来讲也没什么帮助 我们要去往后面看 接下来有什么东西就是说 虚拟案也会很大 当如果这疫情的继续持续下去的时候 哪些股票他是有机会受惠的 那这两股票呢 我称之他为 亚诺法第2 好不好 你们要好好把握住喔 亚诺法怎么标的 你看得很清楚 是这样标的 那接下来有什么题材会吸引到全市场的资金 让他再去复制亚诺法的走势 我跟各位讲 就是这个题材 那因为我平常我暗示东西暗示很多 这公司有一些意见 那我没有办法再暗示大家 今天你就打电话进来 我直接告诉各位哪党股票 然后题材是什么我也跟你讲 通常你知道股票之后你稍微上网Google一下你知道他什么题材 那你一看就知道什么题材了嘛 对不对 接下来这个题材会超级吸金 如果说 当快筛 吸引到大部分的资金的时候 那疫情的部分呢没有那么快速的降下来 那接下来势必还有一个产业族群 他会受惠 是什么 我跟各位讲这个也跌很深的 好不好 全力跟着我来做布局 一旦 整个台湾 不幸的 再继续 严重下去 走到了封城 那什么样子的个股 在沉淀过后 他是最有机会的 你去想想看 找不到的 你来找我 好不好 找我我就给大家亚诺法第2 好好把握 接下来这两股票一旦发动 小心了一路 噴到外太空 亚诺法 只是离开地球表面而已 这一档股票 他会噴到外太空 懂我意思吗 因为亚诺法现在还没有还没有进到外太空里面 但是这样股票 未来 一旦发动 他就是噴到外太空 好不好把握这是哪一档股票各位你自己不要拆 你自己把电话拨通就好了好不好自己不要那边想 我直接告诉你各位答案是什么 今天你看到节目的 亚诺法也好 泰博也好 你都相信你都印证到了 接下来你想要我下一档标的投资朋友 把电话拨通 跟着我来操作 这段行情 我跟各位讲做不完了 因为现在疫情爆发的台北股市就是跌这个样子而已 那我们参照一下印度的股市 印度股票上也是一样啊 当疫情 现在暴征的时候他股票上也是下跌 跌完之后现在都开始进行反弹了 那台湾股市的这段跌的比印度还差 印度在跌8%左右台湾跌10几% 对不对 那现在已经稳定了吗稳定人家找到对的股票 我们来操作就好 有没有这样的标的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是不是对的股票 这个是不是对的股票 近期跟大盘表现都不一样吧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对的股票 没有错吧 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要看他 好不好 亚诺法第2 今天 看到节目的把电话拨通 亚诺法第2直接 送给各位 谢谢 说听到 守护台湾 守护家园 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永远与你同在 188防疫专案 帮助你守护你的财富 影脸头顾 守护针线 5-2-1-3366 5-1-3366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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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副直播 立即上线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 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零二-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欢迎来到节目的现场 各位 慢慢的市场已经适应了这个疫情的恐慌 虽然这个每天三百人四百人 但是呢你会发现到这个股票市场的反应呢 慢慢的越来越淡定 因为这段很特别在于说外资重新回头买超 可能外国人觉得 台湾你们不用太害怕 你们这个三四百对国外来讲 应该是小屋见大屋 对不对 所以你发现这一波外资买得很积极 外资买超情况之下 很多股票他就有新的机会 那外资现在在买什么 一定是买跟这个题材 相关有这个共鸣度最高的这些题材有关 他不会乱买股票 你发现现在外资买的 或者是投信买的 都是跟什么 跟接下来 要发生的事情他是有高度关联性 所以在这段期间 我跟各位讲你们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我就一步一步带各位 从疫苗掌握到了快赛世纪 我相信各位都看到了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股票会涨 你要去想 接下来还有什么题材会发酵 他的共鸣度是最高的 现在整个主力大户又活过来了 对不对 你看到整个行业也在涨 所以相关的有一些个股 现在在这些主力大户眼里看起来 是一块肥肉 大家都在滴口水 因为他们知道 接下来下半年 他是好的 可是股价已经被打下来了 打下来就有机会了 懂我意思吗 打下就是大家的机会 所以要特别把握把握 这一档亚诺法第二 我跟各位讲一旦发动他会比亚诺法还要更强 亚诺法 最近 你看着我的节目我相信各位你们都看到了 真的是一路飙上来 泰博也是一路涨 我切入 这三天来我跟各位讲我没有让各位做失望 今天创新高 涨停板 这都过去了 接下来会跟他们一样股票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亚诺法第二 把电话拨通 这一旦发动我跟各位讲小心 一路 喷到外太空 哪一档 不用拆 今天你看到节目的你把电话拨通 我告诉各位 接下来 会跟亚诺法一样的股票 会跟亚诺法一样大胆的标志 直接 送给各位 本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省顺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LIFE